未削弱真主黨勢力 以色列軍方空襲地面戰雙管齊下 當地時間二號聲稱 擊斃真主黨火箭部隊指揮官 還活捉一名真主黨特工 整個過程被附近監視器拍了下來 以軍闖入黎巴嫩抓人 是雙方爆發衝突後第一起 外媒報導執行這項任務的是 以色列海軍突襲隊 他們進入黎巴嫩也海城鎮 抓到真主黨特工 人已經被帶回以色列 據了解這名特工和以色列 多次遇襲事件有關 不過到目前為止 真主黨沒有承認 也無法證實火箭部隊指揮官 是否真的被擊斃 達成員